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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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刿解 traitor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练到小镜与点栏目 这个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做第二个游戏 来 面线 这个游戏呢 先站好 这个游戏呢 就是摸肩膀 当每天摸哥哥的肩膀的时候 你看 哥哥就转身 躲过肩膀之后呢 然后你手就收回来 摸一下 你马上收回来 你就躲 躲 你就马上回来 当对方摸他肩膀的时候 他就往后朝着躲 然后再回来 往后躲 再回来 往后躲 回来 就是你呢 就是过来 摸他肩膀就可以了 明白吗 你们试一次 看一下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刚才呢 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摸肩的一个工作 那摸肩呢 这种训练方式呢 也是可以练习到我们身体的一个灵活度 尤其是小朋友 小朋友对身体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是非常差的 因为他们的本身的自身的地 就发育的不是很完全 因为是小孩子嘛 所以说全身体的练习 可以练习到他这个身体的灵活度 是非常好的 那这些课程呢 训练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 要掌握一个时间 或者掌握一个组别 比如说我们这些动作可以练习五分钟 两分三十秒换一次人 两分三十秒换一次人 这样子练习 说长时间练习是非常好的 可以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也可以让家长知道 提升这个孩子如何的一个保护意识 是非常好的 好了 那我们下一个课 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 关于这个小孩 自卫防身的课程的内容 那我们下一个课 再见